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述他们的杀敌将的故事 那么五虎上将到底斩杀多少曹魏和东吴的名将呢 今日小编就为做个蜀汉五虎上将杀敌排行榜 且看五虎上将杀了多少名将 第十 韩德 他是西梁大将 善使开山大府 有万夫不当之友 隐熙枪诸鲁兵八万道来驻下侯帽 被命为先锋 有四子长子韩英 四子韩瑶 三子韩琼 四子韩琪 都有万夫不当之友 五人战兆云 四子接战王 后德怒与兆云单挑 战步三合被杀 鉴于三国演义九十二回 韩德约杀无四子之仇 如何不报 纵马轮开山大府 直取兆云 云愤怒挺枪来迎 战步三合 枪起初 刺死韩德与马下 急拨马直取下侯帽 帽荒芒闪闪入本镇 第九 朱然 吕蒙白衣渡江取荆州 朱然协助潘章 捉住了关羽 皇武元年 刘备兵伐东吴 朱然与孙桓抵抗刘备大军 后又参加一陵战役 率兵断刘备的归路 背来接应刘备的大将 赵云一枪刺死 鉴于三国演义八十四回 先主正荒极之间 此时天色已微明 只见前面喊声震天 朱然军纷纷落箭 滚滚头颜 一标军杀人 前来就驾 先主大喜 誓之乃常山赵子龙 也云正沙之间 呼吁朱然便与交锋 不一和 一枪刺朱然与马下 杀散无兵 救出先主 往白帝城而走 正式之中 朱然立抗曹真 夏侯尚 张和等未将 围攻将临 六月之九 明镇敌国 最后官至左大司马 右军师 并逝于两百四十九年 孙权伤心至极 第八 高揽 关度之战 高揽曾和徐楚大战而不分胜负 曹操偷袭乌朝 袁绍从郭图之际 命高揽 张和帅兵结曹营 遭埋伏兵败 拒罪而降于曹操 被封为偏将军东来侯 后随曹操出征汝南 率军伏击刘备 三合斩刘辟 正与秦刘备 被赵云一枪赐于马下 剑于三国演义 三十一回 玄德方玉退后 只见山头上红旗魔洞 一军从山雾内拥出 为首大将 乃高揽也 玄德正荒 方玉自战 高揽后军忽然自乱 一将冲阵而来 枪起出 高揽翻身落马 是之 乃赵云也 第七 华雄 西梁猛将 备受于萧綦校尉之职 率兵镇守四水关 到任后 斩杀诸侯联军将领暴中 击败缺粮的孙坚军 被提升为都督 诸侯联军又先后派出渔社 攀奉出战 皆被华雄斩于阵前 但随后关羽以马攻守身份出战 力斩华雄 战前曹操准备热酒 一杯敬与关羽 关羽暂且未饮 出战归来时 其酒尚温 视为温酒斩华雄 鉴于三国演义 第五回 袁绍曰 誓一攻守出战 必被华雄所孝 曹曰 此人仪表不足 华雄安知 他是公守 关公曰 如不胜 情斩某头 操教师热酒一杯 与关公印了上马 关公曰 酒且真下 某去便来 出仗提刀 飞身上马 众诸侯听得 关外鼓声大阵 喊声大举 如天催地他 粤汉山崩 仲街诗经 正欲探听 鸾领响出 马到中军 云长提华雄之头 置于地上 第六 纪灵 袁绍手下第一大将 膳使六十五斤 重三尖两刃刀 刘备进攻袁绍时 他提兵迎战 同关羽大战 三十和未见胜负 袁绍称帝后 分兵七路下徐州 任命纪灵为救应使 但未能挽回袁绍兵败的命运 后袁绍在北上投靠袁绍的途中 遭到刘备拦击 纪灵出战 时于和死于张飞茅下 剑于三国演义 第二十一回 玄德之园树将至 乃隐关 张 朱灵 陆招五万军出 正迎着先锋纪灵至 张飞更不打话 只取纪灵都无时和 张飞大喝一声 刺纪灵于马下 拜军奔走 第五 文丑 袁绍河北梁将 少计逼韩妇 谋夺济州 关纯玉行刺 文丑斩之 韩河一战 文丑连败树将 差点擒获公孙赞 与赵云大战未分胜负 随后与炎梁为先锋 集公孙赞 平定河北 曹元交兵 先锋炎梁 攻白马被斩 文丑领军为其报仇 据炎金挑战曹操 却中尔敌之计 而军乱 文丑挺身独战 射伤张辽 击败徐晃 追击中正玉关羽 战步三合 心切欲走 被关羽赶上 斩于马下 剑于三国演义 第二十六回 文丑颜河赶来 忽见十余骑马 骑号偏翻 亦将当头 提刀飞马而来 乃观云长野 大贺 贼将修走 与文丑交马 战步三合 文丑心切 过马绕河而走 关公马快 赶上文丑 闹后一刀 将文丑斩下马来 第四 炎梁 袁绍河北梁将 少计逼韩妇 谋夺冀州 耿武御行刺 炎梁斩之 随后与文丑为先锋 机攻孙瓒 平定河北 曹元交兵 炎梁统十万精兵为前部 进攻白马 连斩宋献 卫序 二十合拜徐晃 曹军诸将丽然 关羽出战 炎梁方欲问时 因赤兔马快 措手不及 被关羽一刀 赐于马下而死 剑于三国演义 第二十六回 关公愤然上马 倒提青龙刀 跑下土山来 凤木圆征 残梅直树 直冲笔针 河北军如波开浪烈 关公敬被炎梁 炎梁正在挥盖下 见关公冲来 方欲问时 关公赤兔马快 早已跑到面前 炎梁措手不及 被云长手起一刀 赐于马下 第三 居翼 袁绍大将 身份还在炎梁文丑之上 借桥之战时 居翼巧妙埋伏 引诱公孙瓒追击 用弩兵大败白马部队 并斩杀将领 冀州刺史严刚 此战之后 公孙瓒一蹶不振 居翼为袁绍吞并辽东 奠定了基础 昙花一线的居翼 虽然打得公孙瓒一败涂地 却被赵云秒杀 剑于三国演义 第26回 公孙瓒见砍倒秀骑 回马下桥而走 瞿翼引军直冲到后军 正撞着赵云 挺枪跃马 直取瞿翼 战步束和 一枪刺瞿翼于马下 赵云一起马 飞入少军 左冲右突 如入无人之际 公孙瓒引军杀回 少军大败 第二 庞德 初为西梁 马腾杖前校尉 后曹操 亲杀马腾与许昌 紫超是报复仇 庞德与马带并未左右折冲 庞德献策策划 献长安 亲斩私立校尉 中摇之地中继 后曹操亲征马超 寒遂于魏南 遂以庞德为先锋 寻河与战 众计遭遂为 庞德奋勇不斗 破敌突阵就罪 又杀曹仁将曹勇 夺起马护遂而走 其汉永遂之名 卷土重来的马超 又为杨复和夏侯渊所拜后 随马超投靠汉中的张鲁 后来马超降刘备 庞德因并未随 曹操公汉中 素闻庞德骁勇 以寄勤之 庞德似张鲁不仁 依愿拜祥 曹操待庞德慎后 庞德艺术为之于危难 后曹人为关羽为于凡城 庞德为征南渡先锋 随征南将军 于晋引军复旧 其实诸将皆以庞德凶柔 雇主马超军再属 素宜庞德 庞德遂台官 已是必死之决心 奋一力斗与父子 又见射众关羽 身为关羽所忌惮 然于晋聚其立功 加以智者 关羽水淹 欺君败于晋庞德誓死不详 为关羽所杀 鉴于三国演义第七十四回 关公约 汝兄献在汉中 汝雇主马超 意在蜀中为大将 汝如何不早降 得大怒约 污宁死于刀下 启祥辱也 骂不绝口 公大怒 鹤令刀俯首 推出斩之 得引颈受刑 关公连而葬之 第一 下侯渊 太祖从地打将军 敦地也 太祖起兵 渊敦帅重来头 从太祖转战天下 从宫元哨 南下东吴 多有功绩 及马超判 渊讨破之 后又从平张鲁 以渊为征锡将军 守汉中 建安二十三年 刘备军阳平关 渊帅诸将拒之 余定军山中法 正之谋 卫数将黄忠突袭斩杀 建于三国演义 第七十一回 五十以后 法政见曹兵眷带 锐气已多 多下马作息 乃将红旗招斩 五角齐鸣 汗生大阵 黄忠一马当先 池下山来 犹如天崩地 他之势 下侯渊措手不及 被黄忠赶到 挥盖之下 大喝一声 犹如雷吼 冤为吉相迎 黄忠宝刀已落 连头带尖 砍为两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